好 现在来看到的是混进了这些不该混的东西的食品越来越多 除了在油的部分看到了铜叶绿素之外 现在拉面也有问题 五目拉面有三样产品被验出含有铜叶绿素 那可能很多人又觉得那铜叶绿素跟铜叶绿素那 铜叶绿素那不是可以添加在食品当中吗 我们刚刚已经为大家解释过了 铜叶绿素那确实可以添加在一些食品当中 但是这些食品可不包括拉面类 业者现在已经将五目拉面的三样产品紧急下架 到目前为止已经回收了两千多箱 预计还有一万多箱没有完成回收 业者强调当初原料供应商告诉他们这是天然的叶绿素 他们才会买来添加在面条里面 没想到这个月四号业者突然间来把标签改成铜叶绿素那 他们会对于公司的舒适部分负起相关责任 最高级在仓库里面跑来跑去把蔬菜拉面 泼菜面还有泼菜纯面煮液两千多箱堆在一起 县府卫生局人员把它封存 因为这三样产品全都添加了铜叶绿素那 业者预计还要回收一万多箱 市价大约四百万元损失惨重 业者举功道歉把责任推给上游厂商没有诚实告知原料非天然色素 并且强调有问题的三样产品只要有包装就可以退货 每天下午三点半必须要跟卫生局报备 他这个今天回收的数量 然后他会再来封存 那等到这个封存这个回收的结束之后 要会同这个卫生局统一做销毁的动作 南投县境内工厂爆发食安问题 县府卫生局不敢大意 在消息传出隔天到各大卖场击茶店家有没有确实下架 卫生局强调会进出要求业者完成下架销毁动作 让民众吃得安心 记者苏优雅SNG小组南投报道